大学毕业 我妈给了我一套房 我嫂子挺着五个月的运度 当即开始撒泼 你这房要是写苏琴的名 我就把你孙子打掉 我妈把房本交给我 冷眼看着她 那你就去吧 反正不是我家的众 嫂子不知道 我哥不过是个养子 苦熬四年 我总算是大学毕业了 领毕业证书那天 我妈在台下看着我来矿盈盈 典礼一晚 她就带着我直奔寿楼处 大手一挥 买下了一套两百平的套房 写的我的名 我还愣在原地 我妈把新出炉的房本 往我胸口一拍 女儿 你也是有房的人了 内心涌上波安 我焦急地告诉我妈 违法犯计的事不能干 她省了我个白眼 老娘中了五百万 我当场表演了什么 叫作为金钱所折腰 太后您辛苦了 小琴子这就扶您回宫 我妈很开心 上了车却没直接回去 反而带我去了苏木车 本地最豪华的饭店 本以为进了包房会见到我哥他们 哪只菜急了还是只有我们两个 妈 哥他们不来吗 我妈把海参放在我碗里 不深在意 我没告诉他们中奖的事 我想了想我哥和他媳妇的德行 无比认同我妈的选择 苏克是我名义上的哥哥 我妈去世闺蜜陈阿姨的儿子 临终前把她托付给了我妈 谁让她有个吃喝嫖赌样样精通的老子呢 陈阿姨也不怎么厚道 明知道我妈离一代娃爷勉强过得去 现下一托二 其中还有一个不学无术的苏克 真是焦头烂合 想到这些 我愧疚得看着已经有戏文的妈妈 妈 我也大学毕业了 今后你就别那么辛苦了 妈妈点点头 抿了口红酒 嗨 我养自己女儿高兴得很 将来就靠我闺女享福了 包厢里自然欢声笑语不断 服务员敲了门进来送菜 哟 这不巧了吗 是我嫂子 哟 妈 你和秦勤怎么在这吃饭也不喊我们一声 她身上还穿着苏木遮的员工服 手里端着一盘鲍鱼 见了我们 馋妹的笑立马消失了 一副高傲的样子 直接走到空位前坐下 也不等我们张口 自己动手拿了一个鲍鱼吃起来 嫂子 你在这打工 我批笑若不笑 眼睁睁看着她吃白食 哎哟 当今世道不好干 我就到处打工了呗 不像你 是个高材生 她那双三脚眼露骨地打量着我 还没男朋友吧 嫂子家那村里的堂弟是个优质男 年纪是大了点可胜在会疼人 哪天一起吃个饭 我还没发作 我妈怒拍了桌子 就你那三十多岁整天 蓬头垢面的懒汉堂弟也敢推给我闺女 曹芳你给我滚出去 曹芳嘴里的鲍鱼不上不下 她不舍得吐 胡伦吞了下去 站起身摸着孕肚婆婆 我这也是为秦庆好 她二十三了还没谈过恋爱 指不定哪有什么毛病 再说了 现在我肚子怀着你们家的肿 在这吃东西怎么了 说起来 我怀孕三个月了还在打工 不是你儿子无能 你又不帮衬着 一把年纪的老太婆把持着家里的钱有什么用 等你老了还要靠苏克给你送纸 你难道要把钱都给苏琴一个女娃子 婆婆 你是糊涂了吗 我拉着我妈要抱起的身子 面目表情盯着曹芳 嫂子 我妈毕竟是长辈 你说这话恐怕是心里住着狼 费力吞着狗 况且别忘了 你现在在工作 我们是客人 谁跟你你呀你的 趁我还没喊人 劳烦你高举运度 出门左转 曹芳面色轻一阵子一阵 咬牙切齿 狠跺了两下脚 端着盘子缩着肚子走了 苏木遮 可不招收孕妇做服务员 我到底还是没举报她 我妈也是心软了 因为她想起了苏克刚到我家的那段日子 苏克不是一开始就是混混的形象 她也曾在我妈生病时冒于跑到药店给她买药 在我被小区孩子欺负时挺身而出 我至今理解不了 那么好的哥哥 怎么上了个高中 遇见了曹芳 就会着了摩世的 一心喂着她 辍学打架 顶撞长辈 丹愿潦草一生 曹芳初中学历 年纪轻轻就来了大城市打工 照理说应该是个老实本分的 没想到天生尖酸刻薄 骨子里被重男思想侵蚀透了 还记得初见 她被苏克牵着手站在窗明激进的客厅 眼神里落着贪婪 又瞧见我手上挎着的包 张嘴便是 小姑娘家家怎么这么爱打扮 将来终归是要嫁出去的 别乱用你哥的钱 我妈冷笑一声 自此曹芳眼里的恶毒婆婆出现了 怎么 我闺女花我钱买东西 爱着你了 你住在山里还是海边 刚入室觉这天地都是你家的怎么还在夜店当公主啊 她披了眼紧握拳头的苏克 浑身颤抖的曹燕 哼 忘了和你说 苏克的东西也是花的老娘的钱 他还没能力回报我就被你拐上歧途了 苏克 你握着拳头 你握着拳头咬着牙干什么 想动手打长辈吗 好歹我养了你这么多年 苏克 当然不敢 纵使曹燕泪眼汪汪摇着他的手臂 他只是低下了头 松了拳 和曹燕紧紧靠在一起 妈 曹燕学历前 您别和他一般见识 我和他是真心相爱的 他家里苦 迫不得已才去夜店工作 我知晓他的清白 想和他在一起 这番话耳熟至此 分明就是前些天我和我妈分享的那不霸道少爷 纯情 丫头拿礼桃里面男主面对恶毒后妈和女配妹妹说的话 好了 我俩恶毒配角没跑了 后来呢 曹燕一改之前做态 温柔贤惠起来 表面的 我妈面前的 贴着我仍旧那付欠他百八十万的表情 奈何苏克喜欢 毕竟不是亲儿子 也不好闹得太难看 我们最终还是同意了 在苏克已死去陈衣医院的逼迫下 回忆完毕 我和我妈胡吃海喝 结束的时候腰带都要撑开了 啊 暴腹使人肥胖 摸着圆滚滚的肚子 手机一拍 喊人结账 曹芳估计是时刻准备逮着我 来的又是她 婆婆 一共一千八 一千八 你和苏琴两个女人吃了那么多 她一脸肉疼的表情让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吸了她的血 还砍了一刀 咋的 我妈浑身散发着我有钱 果乐意的报护气质 迷人耀眼 我跟在旁边 破狐假虎威了一番 她从屋手里接过卡 稍晚又磨蹭着不想还 嘴里吱吱呜呜的 妈 哈 不是婆婆有事吗 背后一声苏老太 妈 你也知道我和苏克最近手头姐 她在工地上一个月赚不了几个钱 我怀着运还要来这打工 不如 话里话外只差没名说 我缺钱 卡给我了 我扯出大大的笑容 密码六个六 嫂子要就拿去吧 对吧 妈 我背着曹芽向妈妈眨眨眼 妈妈当然答应了 曹燕满脸喜气地送我们出了苏木哲 白手说着再见 她不晓得 那卡是我的 稍晚一千八还剩两百 我真是个善良有爱的好妹妹 我开着车带着妈妈又去了江边散步 享受了一番夜生活后才回了家 苏克结婚前 我妈把陈阿姨留的五万加上自己的十万给了她 要求她和曹燕搬出去住 在曹燕的软磨硬泡又或许是苏克的微不孝心下 他们贷款买了我家对面楼层的房子 两时一听 月供一万 现在苏克和曹燕是玩命赚钱 为了房子 为了孩子 至于真不真是这样卖力 我不敢保证 谁叫我瞧见了曹燕五千的发带 一万的鞋 还有一只黄眼的玉镯子 服务员都如此高调 不愧是苏木哲 夜里我和我妈一起睡 两人中间夹着那剩下的一百多万银行卡 完全好梦 一觉醒来天大亮 看了手机星期六 我俩迷迷糊糊还要睡 催命连环敲击一下把我们搞清醒了 谁要大上午的扰人清梦 我揉着被母上大人揣了脚的皮肤 睡眼朦胧开了门 曹燕眼眼眶发红 背弃的 手里拿着二百巨额的卡 明显是来找事 苏秦 这卡里为什么只有两百 是不是你干的 我漫不经心打了哈欠 抓了抓鸡窝头 没错呀 卡里一共两千 杀了一千八可不就是两百了 那还是我第一份工资的钱呢 嫂子可得好好珍惜 我亲眼见识了人类脸色的多种变化 却是和调色盘不相上下 嫂子不要 那就还我吧 我伸手去拿 她却躲了过去 脸还是僵硬的 挖上笑道是很熟练 既然是秦庆的一番心意 那我就收下了 苏可拿这份早餐抿唇不语 哎呀 哥你也真是 回来趟还特意给妈买了早饭 要不进屋一起吃 她沉默了会儿 秦庆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搜客盯着我 比起这么认真 你原先待人很好 怎么就不能善待你的嫂子呢 我吃笑一声 倚着门 哥 你也说了那是待人 曹燕弄得我家宅不宁 我得谢他 故意捡高了袖口 露出那道猙獰的 连我妈都不知道的吧 是17岁为了曹燕而被人下药 我自己生生用当话的 不深 但吓人 我不是没好好带过曹燕 哪怕是他对我明朝暗讽 爱于苏可 我总存了亲近的意思 可有些人真不叫人 说是畜生都便宜了他 苏可彻底些火了 嘴巴张了张 到底没说话 曹燕眼里的火都要喷出来 指着我的鼻子骂 小贱人你说谁不是人 下作的妓女 别再这桩清高 等老太婆死了 这一切都是苏可的 你别想捞着半分 那我可以 那我妈 你就等死吧 我温柔地笑着从门口拿起了铁棍子 一步步逼近曹燕 啪 啪 不是我动的手 苏可给了曹燕两巴掌 把他掀翻在了地上 你给我住嘴 曹燕捂着脸痛哭 我给你生孩子 你居然打我 苏可你不是人 行了 别在这丢人现眼 谁让你嘴上没把门 周围的邻居悄悄开了门 探头张望 我妈也过来了 也不看他们一眼 拉了我进门 碰得关上了 苏可 今后没事别上门 我的前轮不到你继承 我可以想象到他们的表情会有多么精彩 扑哧笑出了声 我妈猛拍了我的头 笑笑笑 平时机灵刚才怎么不回嘴 还拿着铁棍干什么 刚毕业就进牢里 倒是把编制都自己想好了 但我捂着脑袋耍滑头 我又怎么可能真的给曹芳一棍子赔上自己的大好前程 不过吓吓他 让他长点记性什么不能说罢了 嘖嘖嘖 苏可下手才是狠 曹芳脸都肿起来了 也没顾着点肚子里的孩子 好像不是他的一样 早餐随便吃了些 我妈和他朋友去巡查店面 我约了吴小花去新开的游乐场玩 恩 那人怎么看着像苏可 他这会儿不应该在工地上吗 他买了两个甜筒 向一位胖女士走过去 远远见着 在我家门口穿着的工地服变成了少年气的卫衣 小花 你眼神好 瞅瞅那位是苏可不 好像是 你嫂子呢 旁边那人明显不是你嫂子啊 淡定淡定 我抓着小花的手 平复呼吸 时间还早 我俩抱着几分看戏的心就在后头边玩边观察苏可他们 苏可为了那位女士倒也豁得出去 一个恐高症严重患者居然坐上了游乐场号称最恐怖的360度旋转过山车 我追求刺激 本也是冲着这项目来的 排在他们后面坐在了过山车尾部 啊啊啊啊 周围都是游客们的惊呼 我迎风睁眼 过山车行至顶端 王家 我爱你 我们永远在一起 下去的一瞬间 我听见苏可高声向炮女士表白 两人是手紧紧牵在一起 女士的尖叫声中夹杂着笑声 一轮结束 苏可脚步虚浮 苍白的充满 爱意的看着王家 他们像一对普通的恋人相拥亲吻 我用手机拍了几张照片 仔细思考 王家看上去大约四十多岁 一百五十斤的样子 一头黄发 脖子手腕上都带着价值不菲的珠宝 重量不轻 也不知道坐过山车的时候怎么这般稳稳当当的 典型的富库乡 却没有什么架子 很对人演员 同坐过山车的游客下来吐了 他还主动上前关心 他知道苏可的情况吗 恰好苏可去了洗手间 约我是去吐了 我拉着小花上前和王家套近乎 姐姐 刚刚那位是你男朋友 你可真幸福啊 我们都听到了你男朋友的告白 王家先是害羞 随后又爽朗笑起来 是啊 我们才认识了一个月 他被我可好了 我旁敲测机把手里新买的矿泉水递给他顺口提了句 前段时间有一男的出轨富婆 富婆被迫当三 人财两空的新闻 对了 家姐男朋友长得可正像我一朋友的老公 我险些认错人了 小花趁势拉了拉我的衣角 苏可要回来了 哟 瞧我这嘴 家姐见谅 我们先走了啊 下回一起玩 话是这么说了 王家不可能一下子信了我们 不过埋下的怀疑种子最后总会慢慢发芽生长 接下来一个月 我按照之前的夫妇进入了行江集团 成为一名财务管理员 月薪五千 因为是实习生转症 组里的同事都和我很相熟 今天又是我们新员工入职第一个月 所以大家下班后都一起聚着往附近的酒吧去 被启控的同事们劝着喝了几杯鸡尾酒 我开始头晕目眩 推托着去厕所清醒清醒 可能生活中处处是巧合 狗血总在我身边出现 恍惚间 我扶着墙看见曹燕被大富翩翩的拖头中年人搂着上了电梯 不过一晃眼的功夫就不见了 我头疼得厉害 现在并不适合去探查这件事 万一是我看错了 惹怒了人家 那可是自己遭了罪 狂欢过后 大家各回各家各找各吗 秦秦 你见着咱们家的备用钥匙了吗 我记得是放在门口地殿下的呀 我抱着马桶持续输出 吐得昏天黑地 没 哦 没有 那就奇怪了 哎你这丫头不能喝酒就别去 大不了喝果汁 来来来 把脸擦擦先去睡觉 我发誓 再也不会去酒吧喝酒了 起床的时候家里就我一个 妈妈留了纸条说是外婆老毛病犯了 这几天就不回了 卡擦卡擦 要是插孔的声音 妈你不是看外婆了吗 怎么又 曹燕 你怎么有我家的钥匙 咽下嘴里的板水 我皱着眉头看着开门进来的人 啊 琴棋你在家啊 我 我 钥匙是妈给我的 让我来看看家里煤气官媒 撒谎 低烈的谎言 妈妈知道我在家怎么会让曹燕来 更何况家里上个月通了天人气 只是曹燕他们家还没轮到 联想到我妈昨天说失踪的钥匙 再看曹燕惊慌的眼神发白的唇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曹燕 你偷我家钥匙 你瞎说什么 他捂着肚子跳起来 就是妈给的 再说了这里迟早是苏客的 我就是进来你能怎么着 四个月的肚子已经显怀了 他脖子上有几处红印子 比气强硬 一屁股坐到了沙发上 杯子里还有些温水 我直接倒在了他头上 趁我现在还有耐心 把钥匙交给我 滚出去 不然我报警了 他尖利的嗓音阵的人耳膜都要裂了 没有退缩 手指甲疯狂飞舞 我不认手臂上多了几道红痕 能让人迅速冷静的方法中 我愿凤巴掌为神 真搞不懂曹燕为什么只有吃了巴掌才能恢复正常 我擒住他的双手把他扭送进了电梯 门关上时说了句话 曹燕 我昨天在酒吧里看见你了 你旁边的是谁呢 恩 他不再挣扎 脖子绝盖住脖子 我昨天好好在家待着 哪也没去 备用钥匙是拿到了 但万一曹燕印了模具也是个不小的麻烦 今天就找师傅来换锁 我刚掏出手机 公司群里又发了通知 周末临时加班 财务部现在就得回公司 曹燕今天应该不会再来 我收拾了东西离开了家 顺道把玩偶监控放在了客厅桌上 无他 美观而已 资本家对待无产阶级的压迫确实了不得 直到晚上十点我才捶着要回到家 苏客 曹燕和我妈齐齐坐在客厅里 桌上放着房本 气氛签把弩张过淡定的换好鞋 走过去抱着我妈的胳膊 妈 外婆好些了吗 你不多赔几天 哎 也就那样了 不过我要是不回来 恐怕咱家都要被偷了 房本上搁着把家里的钥匙 上面的印尼还没挖干净 我打开了手机拨通号码 喂 一百一十吗 有人偷我家钥匙配了 然后闯进来了 对 怀远小区A洞十三楼 话没说完 对面的苏客一把抢过了手机 从阳台扔了出去 好嘞 现在他又多了一项抢劫他人财务 以及高空抛物罪 然后他妻子曹燕一手按着肚子 另一手给了我一巴掌 我妈愣了一瞬 瞬间爆炸 被我死按住了 曹燕的故意伤害最没跑了 我们可没动手 你压得敢打我闺蜜 别仗着自己大肚子就胡作非为 又不是我家的重 我告诉你 老娘有精神病证明 大不了到时候去疗养院 我爹妈呀 精神病这玩意儿可不新说 为了曹燕不值得 苏客把曹燕扯到背后护着 牙齿怒到颤抖 眼镜里泪光点点 妈 我结婚的时候你才给了十五万 为什么秦秦不过大学毕业 你就给了他两百多万的房子 我俩无语看着声泪俱下质疑我妈决定的苏客 一个亲生小棉袄 一个抱养白眼狼 这个人都知道怎么选 妈 这样也就算了 看在我肚子里您孙子的面上 你要是明天就把转货主手续办了 我们今后还给您养老 曹燕执着于他的肚子 好似把握住了孩子就抓住了我家的命脉一样 天真到愚蠢 我和我妈实在不不想说什么 给他们两百眼 说了说胸口的语气 坐等警察上门 而那两位却以为我们无话可说露了气 曹燕的尾巴都要翘到天上去了 他拿起房本挽着苏客 柔情秘义 阿客 咱们回去吧 明天还要去把咱家房子登记回来呢 我妈有些着急 我安抚住她 看了眼时间 警察快来了 这不 说曹操曹操就到 他们前脚刚踏出门 后脚就被三个警察给逼退了回来 我收起灿烂的笑容 掐了自己的大腿又撞了下发呆的我妈 两人脸上的表情比王宝串挖了几十年也才还苦 警察同志 就是他们偷了我家钥匙闯进我家打了我一巴掌 还把我手机从13楼摔了下去又抢走了我家的房本 你们可要为民除害呢 很好 本人的肺活量不是白练的 听听这语气 土字清晰富有感情 真诚动人 不不不 这是误会误会 苏勤 你快来解释 怎么就真的报警了 警察同志 我是他哥 这是他嫂子 全是误会啊 我们冷眼旁观这两人慌乱无比的左右比划 低头捶泪 三个警察把他们押到客厅座下 询问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妈的演技绝对是经过锤炼的 原原本本把事情说了一遍 哀怨自己回家的不及时 性子懦弱 才让人随意欺负了 苏客在纳不住的叫妈 警察又问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他儿子吗 户口本 户口本上有我的名字 还有我的身份证 我抹抹眼泪倒向我妈怀里 妈 事到如今 你就什么都说了吧 有警察同志在这 我们不会受委屈的 我妈崩溃大哭 在女警察的安慰下 从房间里拿出了两本户口本 苏客抢过一本翻开一看 人话实雕 男警察皱着眉布满苏客刚刚的举动 顺手接过户口本一瞧 明显没有苏客的名字 女警察也翻看了自己手里的那本 指一个苏客的名字 接着 我妈抽气地说出了陈阿姨托付孩子 她独自一人拉扯两个孩子的艰苦经历 警察同志们纷纷表示同情 引手着往苏客和曹燕两人手上一口 苏利宁 这么多年的妈我算是白叫了 你居然这样防着我 你个死老太婆 对得起我亲妈妈 她被俩男警察禁锢着手 整个人却奋力往我们这冲 脚胡乱踢着 脸上青筋突起 口水喷了一地 曹燕真正欢了 瞪着眼一会儿骂苏客不告诉他真相 一会儿用肚子哀求我们放了他 你们两个消停点 和我们回警局说吧 然后转头和我们说 两位恐怕也得和我们回去再做下笔录 我们自然答应了 顺道提醒了 你已经把桌上的钥匙用袋子装着带走 那上面除了配钥匙师傅的指纹 其余的便是苏客和曹燕的了 这样的动静早就惊扰了小区楼洞的其余住户 要么是亮着灯趴在阳台上看的 要么是直接站门口看的 我和我妈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航手挺胸面上伤感走了出去 毕竟邻里邻家都知道我们家那点破事 联系着我妈 暗骂着苏客不孝曹燕不闲 警察同志 利宁他们母女心肠好做了不少善事 你们可别抓错人了 是居委会李大妈 为人仗义擅长八卦 人送外号李大嘴 没事 他们俩是受害人 被秧子入室抢劫了 现在回去细审呢 女警去草丛训了我摔碎的手机作为证据 顺道回答了李大妈 李大妈嘴巴顺流 摆着苏客曹燕就开始大声了吗 七百八十不带重样 周围的人都听了个巧 七个人 两辆警车 这还是我头一回进警察局 最后查问清楚 苏客官三个月赔偿五千 曹燕孕妇官三天急于警告 全是坐这边的 现实不这样 别深究别犯法 然而我和我妈出了警局坐在小铺子吃拉面的时候 一辆黑色豪车就停在了警察局门口 上面下来一个全是黑的男人 过了会 秉着曹燕出来坐上车扬长而去 我俩面面相去 同时吸溜了口面 妈 咱把原来的老房子卖了都住去新房子吧 那治安管理比较好 新房是经专修的 可以直接拎包入住 咱明早就收拾东西搬过去 我妈点点头 赞同了我的建议 说是早上其实我们现在也已经凌晨了 到了七点多 小花和我妈真朋友张阿姨也来帮我们搬家了 对罗苏客家一晚上没亮灯 曹燕肯定没回来 东西不多 之前也运了些过去 几个小时就搬空了 我们四个一合计 决定在新家吃饭 相当于提前暖房了 我打算用中彩票剩下的钱 开一家密室大逃脱其余的存银行 你们两个年轻人给点想法呗 张阿姨和我妈已经合伙开了奶茶连锁店 这些年虽然不是赚得盆满钵满 但也得了不少钱 现在蜜桃却是火爆 咱们这也有好几家了 要做出名不怎么容易 关键要把握着顾客们的心理 以及剧本的质量门店装修 热乎的暖锅 无话不聊的好友 没有房贷车贷的压力 有一份能够实现自己价值的工作 这样的生活真的很让人满足了 与此同时 我的手机收到王家发来的消息 妹子 有时间我们见一面吧 好 我和妈妈正是在新家住下了 原先的房子交给中介拍卖 新家离公司也很近 便结了许多 现在十月初 财务部忙活完了上回的案子 还得接着陀螺旋转 于是和王家的见面 推迟到了下周周六 我到咖啡厅的时候 王家已经在那等着了 他染过的头发发根长出了黑色 白烫的脸庞瘦削了些 眼窝线下去 乌青的印子更明显了 左手转着右手上的戒指 左过右盼 佳姐 好久不见啊 怎么想起我了 我提包在他面前坐下 脱下身上的外套搭在椅子上 我 既然见了面 我就直说了 王家清了清嗓子 喝了口黑咖 你是不是认识苏克 他是不是你朋友的丈夫 我没有立即回答他 喊了服务员上杯卡布奇诺 是又怎样呢 佳姐准备和他在一起 还是拿手里的咖啡泼我 不 他前些日子在牢里 我脱关系撈他出来了 但是 王家深吸了口气 我不在意他坐牢 我在意他坐牢的原因 况且我看见了他手机里怀孕女人的照片 我再次打量王家 他的首饰都没有佩戴 除了那枚不断转动的戒指 神色灰败 眼睛里又露着不甘心 佳姐 苏克是我妈的养子 已婚且妻子怀孕 禁局子是因为他想要我家的房本还打了我 我报的警 简简明了的和王家说明了一切 他反倒是长长输了口气 追问起我苏克和曹燕的感情怎么样 你真的那么喜欢他 不惜做小三 是的 我会让他们断干净 不过你说错了一点 他会是我的奴仆 是我包养的宠物 直到我喜欢上另一个人为止 王家恢复了精气神 笑着站起来 挑眉告诉我账单塌结 然后大步迈出了咖啡厅 我品着迟到多时的卡布奇诺 摇头笑了 抬车经过老房子的时候 我瞧见几辆警车停在小区门口 秉持着看热闹的心态下去听了一耳 A栋十三楼有家房子着火了 幸好住户出门不在家 我心里怀疑 仔细问了李大姐 居然就是我们刚卖出的房子 着火源头是一根蜡烛 感叹了一番那家人时运不济 又有些庆幸我和妈妈已经搬走了 我一脚油门回了家 排队进小区的那会儿 门卫大爷问 小苏 你家还有个嫂子吗 这几天天天有个孕妇想要进去找你们 又拿不出证明 我给拦下来了 曹燕 他来干什么 我给了大爷一包软中华 否认了家里有个嫂子 也没有哥哥 感谢他帮忙拦了陌生人 又留下自己的号码 告诉大爷有这样的情况 直接打电话问我就成 我妈这阵子忙活开密室的事 每天早出晚归才点找资料 我时不时帮他做做预算 给点建议 惹得妈妈抱着我亲了满脸口红燕 想起街曹燕的光头 我叮嘱妈妈最近千万不要一个人去探点走小路 又拜托了妈妈几个朋友多陪着歇他 小心行事总是没错的 可千色万算 我漏了自己 寻常的下班路 我没有开车子 自己听着歌慢慢散步回去 走到拐角口突然就来了几个壮汉 手里点着烟 领头的是个八脸 鼎鼎的黑帮模样 苏秦是吧 石像点和我们走一趟吧 四面都被人堵着 我紧张地按下大衣口袋里手机上的按钮 温顺地点点头 好 好啊 大哥 我乖乖和你们走 别动手啊 刀疤脸上来收走了我的手机 又摸索了一番 确定没什么后 咣当打了我的头 晕过去瞬间 我想那帮人果然是黑道的 不讲道理 希望小花接到消息赶紧报警救我吧 再次睁眼已经到了一间吵闹的包厢 我手脚被绑着 风衣不知道哪去了 八脸那下真的重 我赌定后脑勺绝对长了个大包 哼 你也有今天 我看向包厢沙发上说话的人 是曹燕 夜药之中又有些意外 他的肚子已然很大了 五六个月 穿着清凉的布料 化着浓艳的妆 坐在一个光头的大腿上 挑衅地望着我 包厢其他几处也都是男人抱着各色女人 嘲笑地看着我 守在女人或是自己身上一上一下 这里面的空气浑浊令人作呕 我咬着唇肉 手上冷汗不断冒出 绑人犯法 你想清楚 光头拍拍曹燕的屁股 曹燕得了手啃 一步做两步扭地走到我跟前 将手里的红酒慢慢倒在我的白衬衫上 我听见男人们的口哨声 夹杂着混蛋的话 他抬起我的下巴 有黑哥在 谁怕那几个破警察 你不是向来要和我作对吗 现在就来吧 这群男人都是你的 你做鬼手啊 曹燕催了我一口 敲碎的酒杯照着我脸的轮廓滑着 好了 别把脸划伤了 这么漂亮的脸要是没了 乐趣会少了一大半 黑哥开口 曹燕很利的表情将助 柔柔答应了 随着黑哥一声令下 所有人都吞噬了一包白粉 他们都向我扑过来 我感受到自己的心脏都要骤停 仿佛要死在这一刻 砰 门被踹开 光亮透了进来 警察 不许动 这里涉嫌聚重吸毒嫖娼 所有人都抱头蹲下 我妈和小花 跟着警察闯进来 一把抱住我 眼泪直流 下回不准以身试险了 别让我们再为你担心受怕 你警察帮我解了绑 给我披上毛巾 感谢你这回的帮助 为我是扫黄打 费力了大功 做完笔录就好好回家休息吧 就在几天前 王家给我发来消息 告诉我他看见苏克和曹燕在联系 曹燕一遇间多有对我不利的想法 我立刻找了私家侦探 调查了曹燕背后的光头的身份 结果发现他们是一群不法分子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扫黑除恶人人有责 等到上报了公安局 我主动参加活动成为诱饵 上演了一出好戏 这回没人再数曹燕出来了 即便他怀孕也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 至于苏克 王家把他关在了自己的别墅 挽起了囚禁配 我妈的秘食店开得风生水起 奶茶店也收益颇高 我在公司干了两年后 辞了职回家继承家业 我们都在奔赴美好的未来